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姑 真正 妈妈昨天给你们做的草莓酱 怎么样好吃吗 好吃 还想吃吗 想 可是没有啦 不过你们不要希望 妈妈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可以玩的早餐 哦 这么好 什么早餐呢 史莱姆早餐 我们好喜欢啊 对 我好喜欢 对吧 小猪佩奇也一定很喜欢的 对吧 对吧 佩奇 佩奇的妈妈 我看看 我看看 啊 佩奇爸爸 哦 不错不错 那行 你们去跟他们玩吧 然后我给你们做史莱姆早餐 好啊 那我今天要做史莱姆的牛奶 史莱姆的微包片 史莱姆的果酱 和史莱姆的荷包蛋 在做史莱姆牛奶以前呢 我要用青年土先做 放在史莱姆上面的亭亭圈 我准备了好多颜色的这个青年土 那么现在我看看 教教你们要怎么做呢 我先拿一点点蓝色出来 然后将它 碾一碾 咕咕咕咕 可以 特别像 做完以后特别像我们外边卖的甜甜圈 咕咕咕 然后用这个小吸管在中间掏出一个小洞洞 OK 现在这个甜甜圈就完成了 那么我要用其他颜色多做一下吧 可爱的甜甜圈做好了 接下来我要做史莱姆牛奶了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准备好的白胶倒在这个大碗中 哇好多呀 什么声音 看现在呢我们不加任何东西 它也非常像牛奶的感觉对吧 接下来要把这个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水 倒在这个大碗中 差不多了 我们搅拌一下 让它和水要充分的搅在一起 现在已经和水充分搅拌在一起之后 你们看现在的状态 然后我会加一些苏打粉在里边再继续搅拌一下 再来一点 这是为了让它也更好的凝固 其实我们都知道做这个史莱姆最重要的就是膨砂的部分嘛 然后我们这边准备了隐形眼镜的冲洗液 那么这个里面就含有膨砂的一个成分 所以最重要的呢 以后是我们要放那个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好的我要加一些隐形眼镜护理液在里边啦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我第一次做史莱姆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快好了呢 因为它已经不是很沾完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沾手 因为已经搅拌了好长时间了 看不去 这个手感一定会非常棒 看 加入一点护理液 我觉得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倒在在这个桌子上面 然后呢 用手揉它 你们听听声音 你看这个碗周围已经没有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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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给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还好 它不是很沾桌子 看到了吧 它不沾桌子 不沾碗 只沾手 我的手上 是不是 你看桌子上面非常的干净 好了 现在我要把它放在杯子里边 刚才不是说了吗 有那个甜甜圈 甜甜圈的我要把就是最后最后其他几样都做完以后再放上 所以接下来我要做一个荷包蛋 这是我们刚才做牛奶的史莱姆 还有剩下的这个史莱姆部分 因为我们要接下来做的是我们的荷包蛋嘛 它如果这么软的话 我们放在碟子里边的话 它会摊成一片 所以呢 我们要让它再硬一点点 加入一些护理液进去 让它变得不是那么稀 你看这个程度应该还好吧 还是再加一点吧 要比我们做牛奶的部分呢 要硬一些 哇 这声音好爽 差不多了啊 搭的时候比较容易炖了 是吧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会分出来一部分 这个部分完全是蛋白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会混上我们的黄色的色素 作为蛋黄的部分 开始吧 那么现在荷包蛋也做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 我感觉跟煎的真的半熟荷包蛋一样 好想吃 有点饿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 还剩面包片和果酱的部分是不是 嗯 那我先做果酱的部分吧 果酱部分呢 我们跟刚才的做法是一样的 不过我要用到的这个是透明的 这个胶水 做法是一样的哦 然后一会呢 会混上我们的红色的色素 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就可以混合一下 我们红色的这个色素了 哇 加上色素以后 好像草莓酱啊 嗯 看 红色的 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 草莓酱已经放在这个里面了 看看 哇 都想吃了一口 但是小朋友们千万不可以吃哦 看看我的草莓酱 怎么 那么现在草莓酱的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要做面包片 那么我现在准备了这个超青年土 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吃蟹片面包的时候呢 边上会有一个硬硬的部分是吧 那么我就要用这个多大的部分 可是这个颜色有点浅 我决定混一点点棕色的我们的色素 让这个颜色会更像一些 涂在这个上边 这个颜色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丑啊 可能混合好了以后会不会就好点了呢 现在超青年土的颜色也混合好了 就是比刚才会加深一点点也不是很重啊 我们来拉开一下鱼 其实这个超青年土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玩的了 那么现在我要把它拉成细长条做我们面包的边 看看我能不能做成功呢 现在这个边已经做完了 我们做完的那个牛奶史莱姆呢 这是剩的白胶的这个部分的史莱姆 那么你们知道面包片的没有这么这么白色的对吧 所以我还要混合一些肉色的 现在呢我们越玩越干燥吧对吧 给你们看一下我蘸水以后的样子 拉拉拉这样快断了吧 来蘸水再蘸水 看到了吧 就是这样就可以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啦 那好吧 把它放在我们的面包边框中吧 一会儿呢它就会摊下来 摊下来以后呢 就会像面包的样子咯 我所有的早餐史莱姆已经做完了 在叫来蒸蒸和姑姑以前 你们先看一下这个是果酱红红的史莱姆 然后这个是面包片 刚才已经摊好了 摊好了 这个词用的 然后果酱呢一会儿是可以涂在我们的面包片上的 这个荷包蛋呢 因为刚开始先做呢 现在已经扁平扁平了 是不是一个荷包蛋 不过呢也非常像对吧 然后现在这个牛奶部分看起来就是白白的嘛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呢我要在下面加上甜甜圈很漂亮的 就是可以每个颜色呢都往上扫一些 我觉得蒸蒸和姑姑一定非常喜欢 这个已经完成了 那我叫蒸蒸 姑姑 啊 来了 姑姑真真 你看妈妈给你们做完了史莱姆早餐 这是什么 面包片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 牛奶 看来我做你们都知道 这是什么 荷包蛋 太聪明了 哇 那你们玩吧 这个漂亮 这个你知道什么吗 这个是 草莓酱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玩吧 哇 我要把草莓酱放到面包片上 对 姑姑要把草莓酱放在面包上面 涂上 怎么样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玩了 你们还可以用手试一试 你看我现在这个鸡蛋啊 让你看 现在鸡蛋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不过呢 在妈妈手中已经变形了 哇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你们看 我草莓酱放太多了 哇 你们看 我会不会出出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泡泡 我这个像超大的口香 现在已经好多了 不斩手了吧 对 就是你玩一玩以后就会不会很沉 你 大手脖上了 哎呀 什么 我吹了啊 嗯 会不会 成功啊 嗯 哇 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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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手 好大 哦 吹气球一样的 哇 哇 OK 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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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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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不露了 这回不露了 哇 泡泡是不是也很好玩 你看 你看 很好玩 刚看我去了一个那么大的泡泡 只变成了这么一点点 不会也很好玩 嗯 对 好开 湿掉了 真真的 你看真真的 真真的 那个牛奶史莱姆是最大的 哦 对 颜色真的好漂亮 是不是变成小粉色 好看 对 你的很过瘾 它的颜色很漂亮 我的那个泡泡水的很大 啊 太棒了 那我们今天的呢 史莱姆 哇 我给你拿 这个手 我给你拿 好 嘿 要断了 呜 快快 快 趁开 快 快 要断 要断了 要断了 怎么断 不会断 不会断 没有关系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史莱姆 早餐好玩吗 非常好玩 坐下来也是非常容易的 小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哦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吧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新魔力玩具学校 大家要记得扫描屏幕下 放上二维码来关注 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